嗨 大家好 現在要來教大家怎麼利用卡牌來製作球員 像我們到這邊抽牌的階段的時候 按下方塊 他這邊會有一些說明 那簡單的就是想說 現在加成的點數會有哪些狀況 像第一個是一對 第二個是兔胚 第三個是三條 再來是順子 最後有銅花 然後葫蘆 然後四條 然後銅花順 以及銅花大順 那銅花大順點數非常的多 銅花大順只要中的話 每一個點數都會有一萬兩千五百點 然後會有一百個魂 所以有時候就是要敢賭跟敢拚 然後這邊會有講到他一些細節 就譬如說特訓 特訓的話等於是 他可以直接取得技能 但是是用抽的 等一下會示範給大家看 那第二個就是 抽大小回數 就是如果你 他會出現一張牌 你可以選擇大或小 等一下一樣會看到 然後第三個就是 可以抽牌的回數 就是像剛剛 一開始這個頁面 這個抽牌的次數 他會增加基本是九次 對 那這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 魂 野球魂會加二 然後第五個 第一 最上面這個就是所有的數值 就是其中那一項數值會加一百 然後像現在舉例說明 現在的狀況其實非常好 像前三張就是有一個三條的狀態 所以我們可以按一下 這三張按圈的時候 他會保留 然後剩下兩張 他會把它抽掉 然後三張剛好都有加一百 所以這數值 全部都會加一百 OK 那就確定 確定的時候 他會再抽兩張給你 欸這時候他就會告訴你 你中了三條 然後旁邊這邊有一個特訓 對 所以這些等一下都會加上去 還有一個魂 然後你看 魂加二了 剛剛是四 然後特訓加一 然後球種的數值各加一百 對 這是剛剛的狀況 那他會選擇 欸你要挑戰嗎 抽大小 好我抽一下 他會出現一張八 這時候你就會想說 欸到底要多還少 多的時候他就會 欸數字好像比較高 然後少的話 就是比較保守一點 除非出現九或十 我會輸 那如果是七以下的就會贏 所以我剛剛先壓小 欸靠北 剛好是九 對 所以我就輸了 我剛剛三條都不見了 所以你看我下面的數值一樣是零 沒錯 欸現在後來有一個兩對的 好我把兩對保留起來 那我 加一個球種 然後確定 把另外兩個換掉 欸 運氣很好 現在變兔胚了 兔胚就是他這位數值就會增加 對 加上去了 那 一樣再挑戰 好又是八 這次我不會在傻傻的選 他騙我選高的 不要我騙他選低的 欸二 就中了 然後下面這邊就會加乘乘以二 對 然後他會問你要不要繼續挑戰 那我們可以繼續挑戰 繼續打 還是八 很好 那我就再低了 沒錯 他這邊下面又會繼續加了 OK 那我們現在保守一點 我們就把這些數字保留了 接下來我們就慢慢的抽 像現在的狀況就是 什麼狀況都沒有 那你可以被選擇說 欸 譬如說我想要多一個 多保留一個魂 然後就其他的換掉 欸 什麼都沒有出現 就筆劑啦 筆劑 但是他會加魂 因為剛剛有保留一張有魂的 OK 欸 這邊有個對子 那這邊有個加一百的 好我們保守一點就把它加起來 很好 好 那其實這些有的時候比較重要的就是 你要敢賭 通常如果會玩換卡牌的遊戲的人 就會知道說他這種的技巧大概在哪裡 對 然後像這樣 我試一下喔 譬如說這三張 有沒有機會賭童華 其實有機會賭童華 那我們試一下 欸 完全一張都沒有 很好 好又變BG了 OK 這一對的 那我們把它保留 540玩風 很好 這樣子就是鐵質 鐵質的話 數值都會加一千 但其實數值個人覺得 這時候不是很重要 魂破才是很重要 因為常常 就是說數值到很高 其實魂都會不夠 OK 又中一個三條 有沒有 數值慢慢都加上去 慢慢可以開始打一些保守牌 那我們增加一次 那個比大小的次數 OK 但是因為現在的數字偏低 我就看下次會不會更多一點 我們再來抽大小 好 345 我保留 我讀一個桶花 欸 沒有中 所以獅頭 靠腰 這樣子就沒得抽了 沒關係 接下來就到特訓的階段 特訓簡單的說就是 看 看他的 技能 那這些 首先你自己要非常熟悉一些技能的技巧在哪裡 就譬如說 嗯 現在 完全我比較有印象的是這個 尻上什麼東西的 他好像是投球的時候 然後 好吧 我承認我忘記了 但是我知道他是不錯的技能 那我就記得他 OK 大家記得在哪裡嗎 在這個位置 對 然後我就可以得到他了 好 那因為剛剛只有兩次特訓的機會 所以這邊會有兩次 喔 這個有沒有閃亮亮 閃亮亮這個表示他自己 電腦rending他是不錯的技能 那這個技能的話 我記得是投球的時候 直球跟變化球的姿勢是不會跑掉的 就是 對手要判別比較不好判別 好 那現在我們就記住他 好 應該還是同樣這個位置 OK 那就拿了兩個技能 那有的時候這個特訓你如果累積的多的話 他一次會有六七個 那抽起來是蠻爽的 OK 那接下來就到直接點數值的階段 那我一開始的習慣啊 譬如說 一些比較重要的 因為這次很幸運 我們這次拿到魂還蠻多的 那我們就會把一些比較重要的 像我覺得威壓感的這個技能 在投球的時候就會蠻重要的 然後 其他像Can Say的技能 然後像 會作答者的技能 OK 然後 體能跟他的下面這些技能 就看個人自己需不需要 需不需要去調整 那這個技能的印象 我記得他的印象就是 被 連續打安打 甚至被得分的時候 投手的 比較不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就是投球投到之後 他的那個體力值那邊會散 那如果這個技能點下去的話 他這個狀態會比較少 對 然後把基石的體能 點起來 大概可以點到C 就剛好不會吃掉火 我個人的習慣是會先這樣 OK 然後接下來 球速安定就是 訴求比較不會跑掉嘛 大舞台就是一些在 季後賽的時候 他的狀況比較好 然後這個有一個是 呼克臉 這個還蠻有趣的喔 就是譬如說 投球的時候 那個投手就是沒什麼表情 但是 我一直覺得很懷疑 就是 野球魂的遊戲裡面 投手有過表情嗎 然後這個獅頭球不會跑到正中 那其他不知道 反正點就對了啦 然後剩下就是 中繼跟救援的四星 OK 就隨便點一下 然後 球種的話 我就隨便練一下 譬如說 縱向的滑球好了 然後就 隨便讓他有個數值這樣 然後再給他一個 直插球好了 OK 然後這邊 雖然我設定的是投手喔 可是其實他一樣野手會有能力的喔 如果大家有興趣就是做像 大谷翔平這種雙七的球員 那我讓這傢伙厲害一點 因為這是我自己嘛 我讓我自己厲害一點 可以當投手 可以當補什麼 然後 然後 補手就是接球要稍微高一點啦 然後 卡卡也要稍微好一點啦 然後 傳球稍微整一點 好 就隨便讓他匯一些東西吧 OK 然後 跑回速度 OK 然後 彈道 好 既然 反正數值也不高 我們就給他一個高彈道吧 然後 對左打 對右打 其實嚴格講起來啊 這些數值 真的要把他點到雙七很好 他的技巧不是說 我之前有試過真的要做一隻好的 就是會頭又會打的 像我之前做那個 郭洪志跟帽野無狼的時候 就會有試過 那其實他的 技巧就是要在 剛剛我們不是有比大小嗎 在那邊比大小的時候 其實你抽的數字 如果你可以抽到兩道三道四道 可以這麼多的話 他其實數值 看起來就是帳面上好像變成好幾千 實際上他是打擊跟投手數值都會有加 對 所以如果要做雙七的球員的話 那個會很重要 然後你就會發現你用到後面的魂根本不夠用 對 那我們現在再回來把一些 比較重要的技能把它點一點 好 其實到這邊以來啊 大家要注意的一個小技巧就是 這邊 有沒有看到這個魂 我一直點的很保守 就是我要保留這個 五十九 大家看到這個五十九 因為他等一下還會有一個可以覺醒的動作 然後如果你覺醒了動作之前 你就把它 超過五十九的話 他覺醒的數字會變少 像我如果把它維持五十九的話 他覺醒的次數會維持在 如果我沒記錯是十八次 對 那就看大家習慣 那我是習慣會把它壓在五十九裡面 對 所以像我現在球種好像還可以點對不對 我就先不要點他 然後其他需要魂的我就先不要點他了 OK就讓他維持在五十九 好 那我們進行下一個階段 好 OK 那我們接下來要進行到覺醒的階段了 覺醒我相信大家應該都還滿有驚人 我記得育成的三個模式 最後都還是會有覺醒的狀況會產生 好那我們就來試一下覺醒 覺醒這邊大家應該都還滿熟悉的啦 這邊要示範給大家看嗎 都已經走到這邊了 我就試一下吧 那就 反正就挑一些自己覺得適當的嘛 欸 像這樣運氣就不錯 潛在能力鐵碗 我覺得他這個數字會變得很高 對然後再加個球球 加魂 然後加個球種 這邊會有一個開眼 開眼就是可以讓他變Double 就是在下面的數值 可是這個東西Double其實嚴格這樣下沒什麼用 欸大家剛有注意到嗎 我是從18開始倒數 所以現在還有11次 那如果像剛剛如果這個50 就是59 超過的話 他就會變少喔 所以大家如果就是有要設定製作球員的時候 就是可以在覺醒這邊做一點技巧這樣 像我大部分中華直播的球員都是這樣做起來的 好 所以這下讓他跑完了 其實除了剛剛有出現一個才能開花以外 個人覺得這次做的球員其實 不是很好 對 因為其實也是亂做的啦 那就是讓他隨便一些數值等的比較誇張一點 對 會先發會中機也會救援 OK 然後球種剛選的還蠻多的 欸 對了 給大家看一個東西 如果球種阿 在你的直球球位到S的時候阿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回到投球這邊 他出現一個火之浴 火之浴好像在卡通裡面的講法就是傳輸中的子彈球 那這個火之浴之前我是看那個彈穿球的會有 那其他選手有沒有我是不太有印象 但是我比較有印象是藤穿球的他有 對 那藤穿球的壓制力應該就不需要大家講 所以我通常創一些投手的時候我就會 把這個技能把它當作是一個 基本的需求這樣 就是在投一球的壓制力其實是蠻特別的 對 OK 對 然後這邊一樣 就在把他重點進去 好 然後合適度非常的好 那也不錯 然後就會變成一個 擴增駕駛的一個 投手 對那這個選手就完成啦 那其實照這樣的製作方法 你看從剛剛到現在我花了 十五分 十四分鐘多 對 所以其實你看十四分鐘 你可以選擇做出一個 喜歡的球員 或者不喜歡 其實沒關係啦 一翻兩瞪眼 總比一直在那邊 就是 我覺得啦 我個人覺得就是花這個時間一直打這個 其實打起來真的 不是說不好 這其實他就是還蠻有趣的 但是我會覺得 如果你單純是以製造球員為目的的話 他花費的時間會很大 對那這次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